谢霆锋生日这一天,如往年一样,他卡点为他庆生 又一年生日了,看到你踏入更多新领域,追寻自己的热爱 从心底为你感到开心 他就是陪伴谢霆锋,整整26年的他,最信任的人霍文西 有网友说,每年的生日,他都会准时准点送上祝福 20多年的亲密伙伴,这份友谊真的太太太,令人羡慕了 20多年的相伴相守,相知相随 他们之间早已不仅仅是工作伙伴,更是朋友,是亲人 欧文西怀孕时,谢霆锋就喊话给他别怕,生下来我养你们一辈子 不知不觉间,他在这个行业里已经走过半生 今年已失霍文西,做经纪人的第29个年头了 期间他换过工作内容,却从未换过公司 他一手捧红了众多红星,其中有超过半数的人已经跟随他10年以上 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话,香港的娱乐圈或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很多人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能够支撑着一个人 在同一条道路上,走过将近30年的时光 背后的答案其实很简单,用坚毅书写热爱,用坚持执着梦想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个狠角色霍文西 1993年,霍文西成为了经纪人 三年后,一名16岁劫不逊的男孩闯入了他的世界 他就是谢霆锋 彼时年轻气盛的谢霆锋刚从加拿大回到香港,签约了英皇 他戴着墨镜,双手插在裤兜里 歪着身体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年轻的霍文西 一脸的不信任我五岁就出道了,你有什么本事来管我 一开始他们之间是伙伴,更是保姆 还有着一份管束与被管束的博弈抗衡 收兴要强的胡文西很不甘心 他明白要想收获谢霆锋的信任 既要有专业的精神,还要有耐心和信心 更要有强烈的共情,能够走入他的内心 很多人都不明白从小顶着明星光环出道的谢霆锋 其实压力比任何人都大 他回忆说每次上台的时候台下虚声一片 他在台上什么都听不到,内心很紧张 霍文西在台下哭红了眼 等到他下来后他赶忙走到他身边 边擦眼泪边鼓励他 他们越是不看好我们 我们就越是要做好给他们看 那些年,无论他的情况如何 无论他经历过多少艰难 在他身边始终有一个人陪他哭 陪他笑,和他一起分享 一同担当 年复一年的相互扶持 谢霆锋终于读懂了霍文西 也终于对他敞开了心扉 谢霆锋说他累了 想静下来钻研厨艺 霍文西就为他制作了12道风味 陪他走遍世界 节目中邀请了很多嘉宾 唯一一直在的嘉宾就是他霍文西 只要他在场 谢霆锋才会放松下来 从过去的我想离开你到现在的我离不开你 26年9000多个日夜的相伴相随 霍文西用他的披荆斩棘 用他的温柔细腻 获得了尊重和信任 不仅是谢霆锋、荣祖儿、陈伟婷 他用他柔嫩的肩膀 撑起了香港的半边娱乐圈 2013年未婚的霍文西在社交平台上宣布 他已经在两年前有了一个女儿 消息一出震惊众人 当年他与男友分手后发现自己怀孕了 当他决定生下孩子 却不与男友复合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 意味着责任与艰难 当然也意味着世人的不解 他始终保持着人间清醒 他渴望成为一个 各母亲看着孩子慢慢长大 听着孩子叫他妈妈 他的清醒还在于他对于单亲妈妈身份的理解 他说孩子有爸爸 爸爸还活着 没有单亲 我们只是彼此之间相处的方式 不是夫妻 我们对孩子的责任还是要一起承担 女儿出生后 他变了 收起了锋芒 变得更温柔 更有耐心了 同时对于人生的理解和看法也不一样了 感受到为人母的幸福后 他很珍重地说 当妈妈是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自己这一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个选择 就是生下了女儿 因为工作的繁忙 他无法给女儿太多的陪伴 这也成了他一个遗憾 记得女儿曾经问他 妈妈 你可以不去上班吗 他反问 那你可以不吃饭吗 女儿听完无奈地哭得更大声了 妈妈 你还是去上班吧 他希望给予女儿的爱是完整的 也因此他很大方地接受女儿 对父亲来看孩子 一家三口共打一把伞的样子 其乐融融 幸福至极 他真的很大气 拿得起也放得下 爱一个人就努力去爱 不爱了就果断放手 他将爱情与亲情 责任与生活分得很清楚 他不是他的爱人 却是孩子的父亲 而他和他之间没有了爱情 却还有友情 这就是霍文西最厉害的1.2011年 霍文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离开香港到北京去 这一年他39岁 女儿八个月 他说这个时候 他在香港已经做得非常成熟 但他不甘于现状 希望能到更大的市场去 看看别人的文化 看看更大的世界 于是他扔掉在香港的一切 从零做起成为了一鸣北漂 梦想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已经不惑之年的他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 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天气 饮食 语言 谈到第一年的经历 他说 那个时候我好低落 我跟我的总经理 去计算我们的支出表 每个月 我们要有多少收入 才能持平 心里边压力好大 我真的不希望我过来 没有让公司发展更多的板块 反而多了一个负担 生活上的不习惯 工作上的压力 让他第一年就瘦了十斤 怎么办 要强的霍文西给出了四个字的答案 从第一做起 因为不懂制作 他开始跟组 就像场地一样 负责捡垃圾 订盒饭 控制成本 学习制作 慢慢的 他靠着不服输的精神 融入了内地市场 也打开了局面 十二道风味 让人们看到了不同的谢霆锋 乘风破浪的姐姐中 她是雷厉风行的女团总顾问 因为是朋友呀 触动了无数人内心的柔软 她说 人生必须要不断进步 不断挑战自己 才会知道自己的极限 知道自 比原来可以做得更好 她希望可以让那些喜欢她的人 和给她机会的人 都会因为她而骄傲 如今她来北京十一年了 已大巅峰 却从未倦怠 坚持信念 相信自己 这八个字是对过去的总结 更是对未来的激励 很少在社交媒体上宣传自己的霍文西 曾经发过一张背影的照片 如普通人一样穿着打扮的她 在黄昏中迎着夕阳走得从容而坚定 她说 你看到的是什么人生 你的人生便是怎么样 可以是日落 可以是日出 很喜欢这张照片 谢谢拍照片的人 她强势与温柔 威严与细心 都敌与放手 有情与有义 她能护你走上一条虽然辛苦 却不会斜坡的路 也会在每一个角落里等你归来 为你遮风挡雨 很多人称赞她美丽 对于美 她这样 全是美是从内心散发出来的自然美 她藏在你与人沟通时的眼神中 在你对人的尊重中 在你传递出去的能量中 今年她已经50岁了 到了天命的年纪 她依然在奔跑 始终在路上 霍文西出生在香港 在她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因为各种原因而分手了 所以小时候的霍文西很少接触到父爱 她从小就跟着姐姐和妈妈一起生活 生活也非常的拮据 为了改变生活 霍文西很小就开始出来 打工赚钱了 她当过售货员 模特等等 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 尤其是在她模特的时候 她还产生了进入娱乐圈的想法 而就在她14岁的时候 她被星探发觉 最终进入了娱乐圈 因为霍文西和林青霞 长得颇有几分相似 所以她因此而参演了一部电影 并且在电影中饰演的是林青霞 童年时候的样子 最终她凭借着在电影中出色的发挥 再加上有着不错的颜值 霍文西逐渐被观众所熟知 后来的她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